大家好,我是张欧老 秋天的时候是橘子的一个大量成熟的季节 自己家里养的橘子的话 果子可能也慢慢的开始变黄成熟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的话 跟柑橘养护有什么要注意的特点呢 首先的话,看这个苗的大小 如果是小苗,像咱们说到这个一加冷的苗 其实我建议大家的话 还是稍微放个盆子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现在一加冷的苗 它的根系都非常饱满了 这个时候最大的缺点就是怕什么 怕这个缺水,缺水的会落果 或者是果子皱缩 那么在秋天换盆的话 一般建议大家不要换的特别大 因为这个柑橘要它喜欢这个热的地方生长 所以秋天换盆你比原来大个五厘米 保证它能够稍微吸收一点水分就可以了 不要特别大 到时候冬天的话新增长 它容易受冻 或者冬天的时候不怎么去生长 那换盆的时候肥料尽量要少用一点 因为冬天低温的 它对肥料的吸收不是特别的多 那么我们比较合适的话 柑橘的换盆还是显著在春天 4月份这个植物开始往上生长的时候 给它换盆 然后在整个接下来的夏天 它就会长得比较好 那像这种大盆的话 我们肯定基本上来讲的话 是不太会要去换盆的 那么更多的是注意的话 这个季节的话 可以给它稍微追一下这个养分 有机肥 可以撒在这个四周 不要撒在这个冬头子上 然后这种大苗的换盆 一般建议在开春的时候 4月份再给它换盆 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你温度暖和一点的 像华南的这个地区 差不多过完年 就可以立马给它稍微 做一个换盆的工作 就OK了 那我们在养这个橘子的过程 那这个秋天的季节 会出现几个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橘子的裂骨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下 要做的什么工作呢 尽量保持我们盆土湿润一点 不要让它过干了 过干了之后 再突然浇水 或者突然下雨 尽量盆子稍微大一点 避免缺水过头了 如果真的缺水了之后呢 你浇水要稍微缓慢一点 稍微慢慢的浇 让它缓慢的吸收 不要一下子 突然一下子浇水 那以上是柑橘的 在秋天的一个养护 我们更多的话 还是做一个有机肥的追肥 以及这个土壤保持湿润为主 然后像这种小苗的话 如果你担心缺水 就稍微缓一点盆 嘴料不要用太多 就OK了